日前孟美琪与音乐制作人陈令涛恋情风波引发热议 男方前女友爆出大量聊天记录 斥责孟美琪插足当小三 随后孟美琪回应表示 从未想介入过他人感情 否认自己插足陈令涛和前任恋情 孟美琪工作室也发布声明 表示孟美琪目前单身 已经与陈令涛分手 另一位女星李扬鹿也发文通知孟美琪是惯三 而且屡教不改 孟美琪的粉丝一再挑衅说 他曾热度说他造谣 李扬鹿一怒之下就把事情抖了出来 直接爆出疑似孟美琪和他前男友的聊天记录截图 并发文称 能说会到感人肺腑 他是真的很能感 很行 虽然说得很委婉 但是字字带刺 然而这条动态不知为啥 无缘无故的消失了 聊天记录截图可以看到 孟美琪口口声声说 第三者这个词不适合他自己 但是其实他自己的行为已经是第三者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互动哦 喜欢注意乐队 喜欢注意乐队